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花直播在业界开始有点动向了 我看用不了多久就能盖过他们海月直播了 你和那个黑客约好时间带陆翔过去 我会掐准时间让霍斌和唐可儿也过去 您的意思是让霍斌和唐可儿看到陆翔在帮他 那你那样不是成全了他们吗 我不是让他们看见陆翔 我是要让他们看到背叛 霍斌 霍斌 你们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为什么会和这个人在一起 你是花直播的法人 为什么会跟陆翔在一起 还是说 其实你只是个傀儡 真正的法人是陆翔 是你和你的叔叔 花直播刚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我刚刚接手海月新媒体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所以你表面上帮我们打理海月新媒体 暗地里去帮着花直播来对付我们 你想去哪儿 不愿意面对吗 面对 面对什么 面对我自己的良心吗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从来没有用花直播来对付你们 那刚刚是怎么回事 你跟他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柳州不就是陆叔叔植入的吗 我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这件事情我事先不知道 事先你不知道 昨天你在车上的时候 心事淡淡地告诉我 你说说我没有见过这个黑客 现在你却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 你知道我要来找这个黑客 所以事先穿通好事吗 柯儿 你也不相信我 因为我刚刚是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的 陆翔 我们平台现在快撑不下去了 你怎么可以骗我们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哥 你是我哥呀 你以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我们兄弟俩要齐心协力 要公主难关呀 够了 你不要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你让所有的人都以为 你受了多大的委屈 而我呢 我永远都是冷酷无情 我没付出口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世界和你眼中看到的 一样吗 你以为无所事事就能拥有一切吗 你根本不知道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是用什么换回来的 我知道 这一切 是用你爸的生命 和我爸的良心换来的 你真的知道吗 你真的知道吗 我一直都知道 只是我爸现在去世了 我以为这件事已经放下了 而且他 而且 而且他还给了我一半的股份 你以为这一半的股份 就可以补过了吗 你以为这一半的股份 就可以抹去他的过失了吗 你有问过我死去的爸爸没有 虎必 你爸的死 那是他交由自取 你说什么 虎必 你怎么 受不了了吗 你不是知道这些吗 你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你知道有什么人 因为你爸 活得生不如死 虎必 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 哥 我从来都不会想过当你哥 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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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我为什么这么对他 他一直把你当哥哥 一直很崇拜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 放开我 我不放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好 我告诉你 这是我刚把胡锦从太后救回来 试试他身上的伤 我之前跟你说过 他被人绑架到了泰国 但你不知道造成这一切的人是谁 绑匪当时不是被击毙了吗 绑匪是被击毙了 直到五年前我才知道 绑匪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你也认识 这个人 跟董事长有关 那个人就是董事长 董事长和我爸一手创立了埃及 但是在我五岁那年 集团出现了问题 需要钱来补救 所以 董事长就绑架了我和我妹 借机想向我爸勒索 我爸因为这件事去世 我妹被卖到泰国 过了二十年非人的生活 如果不是我救了她 我妹早就死了 所以你才不让董事长 知道胡静的存在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啊 我把我妹救回来的时候 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非常差 我不想让她出庭作证 我也担心 我妈会接受不了事实 所以我就给她弄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现在的胡静 之后的胡静 状态也一直非常不好 后来在我叔叔的全手下 我决定改变一个方式 艾结集团是我爸一手创立的 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影响她的发展 所以 你就要拿回公司的股权 重新夺回海岳新媒体 每当我想到胡静过了二十年非人的生活 我就恨我自己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精重的人是谁吗 是鲁翔的爸爸 鲁明远 可我最痛心的也是她的改变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 这也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 过去的事不说了 今天叫你来 是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中 这兄弟两个你也多监督监督 一定要让他们走正路 董事长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协助他们的 救命啊 死人了 怎么了 田田 咱们的直播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再不恢复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 马上就能解决了 你到底管不管呢 我 我看那个话直播了 他们主播啊 每次直播可跳三折 可比你强多了 田田 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自己会跳几个舞 这趾高气昂的 我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坐下 可儿 你这是要干嘛呀 怎么把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组啊 最近我们网站维修 我打算给你们做个培训 培训 什么培训啊 简单地说就叫相辅相成 相互帮助 我明白了可儿 你要的就是这种化学效应的反差 出人意料的混搭 对不对 确定 对 薛摩 你真的确定 那个网上的病毒 就是植入病毒的那个黑客 自己清除的 虽然我也不愿意承认 但这是事实啊 那难道 不是你们昨天找的这个黑客 让他把病毒清除的吗 看来 是有人清除了病毒 但不是我们 谁呀 这么神秘 不过这不重要了 不过这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们又可以正常直播了 啊 那 我现在要不想 我肯定是她的 她怎么想到 这几天 没有了 我肯定是她的 我肯定是她的 这几天 长裙 搭配硬朗的机车 一定很强颜 但甜甜 你要是能把 胡锦的冷艳和酷 轮回到你的性感里 会别有风味 所以 我策划的构想 是从我给你们 选定的搭档身上 吸收营养 让你们的直播 走出个人的 局限的常规 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可儿 我要给你点一百个赞 我跟他们学到好多东西呢 可儿 谢谢你啊 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了灵感 你们真正感谢的 都是你们自己 是你们自己足够努力跟聪明 朋友们 我建议举杯 我们要感谢可儿 好 感谢可儿留我们 走过这几天的低谷 对 我相信啊 没有什么困难 会难到我们的可儿 可儿 跟着你干 我信心十足 我相信 你一定会带领我们 开场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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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干杯 来 我去给大家再拿点菜啊 好 收拾 都算可以恢复直播了 是啊 但是陈助理 随时都有可能把公司卖掉 大家那么信任我们 跟着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保住公司 所有问题我都想过了 但是我不想动用 我爸爸留给我妈的钱 我爸爸还留了一份基金 但是 不知道授予人是谁 授予人不是我 他不告诉你 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集团现在是保住了 但是我想把公司也给保住 因为这也算是我爸爸的 一部分心血 而且你为这个公司 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不想让它落在外人手里 实在不行 我们只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 什么 当时我爸爸 公司所有的股票 都留给了我和我哥 你想卖股权 救海悦 当初为了在股东大会上 站稳脚步 我把我的股权都让给了我哥 我得先把股份拿回来 霍宾 霍宾 陆总 你也是来参加庆功宴的 我们这次在可儿和霍宾的带领下 顺利度过了平台危机 真是让人开心 你也快点加入我们吧 那就恭喜你们海悦新媒体了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五年前你开车掉下海时 我就怀疑你 你是不是听到了当年保家案的事情 现在看来 你果然是听到了 我听到了 但是我当时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我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哥 谢谢你帮我们直播平台 解决了病毒问题 虽然病毒的事情 是叔叔一手造成的 不过他这么做 是有他的原因 他不希望我们在一起 希望我跟你师父哪里 我其实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或许是我 太一向情愿了 总觉得 我们俩可以把艾杰发展得更好 但是艾杰集团对于我和你而言 可能意义完全不一样 艾杰集团对我来讲 是父亲一手创办的心血 可他对你 却是难以放下的仇恨 哥 我们没办法回到以前了 是吗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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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吃饭吧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就把属于我的那份骨鞋还给我 我们以后 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不可能 霍宾 你想的挺美 霍华城那个老狐狸 现在手里的一切 都是从我哥手里抢过来的 你还给陆翔天经地义 凭什么要再拿回去 叔叔 这件事情 我单独和霍宾说 你就不要插手了 我怎么不插手啊 被他骂害死的人 不仅仅是你爸 也是我的哥哥 你要是这样把骨鞋还回去 就等于把我哥再杀一次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 霍叔叔 我知道你对我们霍家有恨 但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让我们自己决定好吗 还有 我哥他有他自己的判断力 请您今后不要再控制他的思想 更不要废弃心思 来破坏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你们两兄弟之间 就不应该有感情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 你们两兄弟之间 就只能有仇恨 你的存在对于我来说 就是仇恨和屈辱 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可能都听不进去 但是哥 我相信你 是有你自己的判断力的 我等着你 真不愧是老狐狸的孩子 一听说你不再傻傻地帮他 第一时间就会来要股权 还没有认清现实吗 他已经不把你耽搁了 把你当作害他的人 要霸占他股权的仇人 叔叔 如果你不说 他会知道吗 从我做花直播的第一天起 你不就知道有今天吗 我只是让你早点认清事实 你不认清事实 也不认清事实 你不能再来 我先说你 不认清事实 只要你得到 他自己的产品 你会想到你 好多了 你不认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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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 小静 叔叔 我哥最近很痛苦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他必须得过这一关 等到他迈出这一步 就不会有所顾忌 好好经营自己的事业 但我知道 他其实并不开心 开心 在泰国的二十年 你开心吗 我现在也不开心 我千辛万苦地把你救回来 可不是让你们兄妹俩开心的 我知道 你把我找回来 是为了让我哥报仇 你知道就好 亲生父亲的仇 如果你都不管 你们两个就不配做人 可是 你确定这个仇恨是真的吗 你还不相信我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这事 小静啊 是不是忘了 我怎么把你从泰国的狼窝里救出来的 我没忘 没忘就好 我告诉你 我说的 就是真相 霍叔叔给我留了一份基金 什么 他给你留了一份基金 而且说的还不想 这个老狐狸啊 死了还不安生 他在搞什么鬼 他还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里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他信里说了什么 他说他是无辜的 是不是 想用这个钱打敲你对他的怀疑 小静 你千万不能上他的当 他老奸巨华 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他这么多 是为了不让我们怀疑他 是为了迷惑我们 如果你这么就相信他 你父亲在地下 也会死不瞑目的 还有这封信和基金的事 不能告诉你哥 为什么 你哥这人本来就糊涂 要是知道这件事 就彻底没救了 回去把钱烧了 明天就带我的律师 去处理基金的事 老狐狸 我就不客气了 这钱 我就用在我们花之波了 他们这么信任我们 我怕 他们会失望 怕觉得这段时间 心切都白费了 放心吧 一切都会挺回去的 万一陆翔 他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哥哥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不是那种 为力是图的人 再给他点时间吧 再给他点时间吧 吴静 基金已经将你这个月的生活费 挥到了你的账户上 请你记得查收 胡静 我给你签了你爱吃的水果 谢谢 你 你觉得董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其实 我也不知道 我算不算了解他 但我觉得他很睿智 在公司 他是个非常棒的领导者 会跟我们讲很多道理 是个非常好的长辈 那你觉得 他善良吗 我这两天 有听陆翔说 你们之前的事情 我知道 他曾经害得你们家破人亡 一定很恨他吧 以前在泰国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觉得 命运为什么一直在折磨我 几年前 我哥哥从泰国 把我带回国后 叔叔告诉了我一切 我没有办法不恨他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胡静 我觉得 过去的事情 或许就把它放下吧 因为一个人 最想要把握的 还是现在和将来 只有好好的 把握好当下 才能走好未来的路 我能感受到 你在泰国的这二十多年 过得很痛苦 但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的你 比很多人都幸福 你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哥哥 他不舍得让你受到一丝 一毫的伤害和委屈 还有我们这些好朋友陪在你身边 你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还有一群很可爱很可爱的粉丝 这么爱你 柯儿 你说实话 你觉得我哥他过得快乐吗 其实 他一直都喜欢把自己紧绷着 我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放松过 有时候我在想 那 如果我不回来的话 他是不是会活得很快乐 你错了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你就是他这一辈子的遗憾 我回来带给他的 只有痛苦和仇恨 那你就想办法 让自己和他 从仇恨中走出来 哥 吃早饭吧 没想到我妹妹还会做早餐呢 有一段时间我从坏人那儿逃了出来 在一家早餐店里打过工 以后啊就不要做了 改天哥哥给你做一顿中国饭吃 我没你想得那么脆弱 你不用总照顾我了 我只是想让你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好 一会儿吃完饭 你能带我去趟墓地吗 你想爸爸了 小静 霸动墓在这儿 你去哪儿 小静 小静 这是霍华城的墓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下 来啦 你找谁啊 哎 哎 你干嘛啊 哎 你怎么来了 胡静呢 你找我家静静干嘛 喂 喂 喂 他想干什么呀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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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 报警了 说什么呀 死闯明宅吗 要不要我告诉他们 现在公司已经破产了 明天随时都可能被搬出去 你 你谁呀你 你凭什么乱进我女神的房间 你干嘛 你这样突然跑过来 我们都是女孩你觉得合适吗 你自己也看到了 胡静不在就是不在 不在 我明天是不是疯了 他这么着急找过去干嘛 我有份东西给你看 这是霍华诚留给我的信 他早就知道你的存在 什么时候给你的 他死之后 律师给我的 他还给了我一份基金 这算什么 赎罪吗 关于当年的绑架案 有些事我得跟你说说 当天我被绑走的时候 爸爸跟我说了一些话 过来 小雪 等一下上幼儿园 记得要乖哦 还有 在路上 如果遇到 这个对你不好的叔叔 你不要害怕吗 我不是你记错了 就算是我记错了 难道我也看错了吗 开快点 给我开快点 你别催我了 要不然你来开 快点 快点 别催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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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别催我了 什么的 别让他乱走 我去哪 反正我就是觉得 绑架案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我不相信 对我们这么好的霍董市长 会是幕后主使 我从泰国把你救回来 你亲口告诉我 从绑匪那儿听到 霍华诚是幕后主使 是别人叫我说的 当年你把我从泰国 救回来以后 是他告诉我的 绑架案的幕后主使 就是霍华诚 是谁叫你这么说的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 就相信 他说霍华诚 就是幕后的主使 是陆瑜杰教我说的 是陆瑜杰教我说的 你还怕被揭穿是吧 如果我有确凿的证据 我早就把老狐狸送进监狱了 还用每天苦口婆心地劝你 既然你没有证据 为什么要让小金散发 你这样做到底什么居心 为什么要利用我们两个费 当你的工具啊 我什么居心 我就是要你为死去的父亲报仇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记着仇恨 记着我爸的仇 但到头来却是你的自说自话 你不觉得您很可笑吗 可笑 我看可笑的人是你自己吧 你一直就害怕面对现实 现在终于给你个机会 让你可以逃避一切了 所以急匆匆地跑到我家来 说给我自由吧 要抛开自己身上的一切 但是你别忘了 陆霞 你父亲死后 公司就成了霍华诚的 你母亲带着所有的遗产 嫁给了他 这不奇怪吗 难道我会让小金 无缘无故地取冤枉霍华诚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么多年来 有些事情我不愿意跟你们说 你们好好想想 为什么你母亲 在你父亲死了不到一年 就嫁给了霍华诚 他们俩早就勾得上了 这就是霍华诚 谋财害命的理由 小斌啊 你哥怎么还没回来啊 妈 您放心吧 哥他说了来 就肯定不会忘的 你前几天告诉他 今天吃饭 他不会忘了吧 不会的 再等等吧 妈 夏儿 哥 你总算来了 快坐 今天啊 小花做的 都是你们俩最爱吃的 来来来 赶紧吃啊 来 你们的爸爸没了 我知道 要经营好公司 可是 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个好 来 妈 您就放心吧 您看 我哥这么有能力 我又这么帅 公司交给我们 肯定没问题 是啊 妈 我刚开完年会 今年 我们公司的收益 又增长了 对啊 看看 我这俩儿子多出息啊 你们的爸爸 要是全下有知 看到你们俩 踏踏实实地 联手经营好公司 他有多高兴啊 妈 妈 来 您吃这个 好 妈 来 多吃点 行 你们吃啊 小花 那汤不能放姜啊 华城不爱吃姜 妈 又忙了 妈 来 你吃这个 爸说过您吃这个 心情一定特别好 要不是你们兄弟俩 我早就跟他一起去 妈 您怎么静说这些话 快吃吧 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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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好了 学校怎么样啊 我在学校还挺好的 在学校听老实话啊 陆翔 来 看看你弟弟 来 看见弟弟乖不乖啊 还没说跟陆翔小时候 我还有点像的 妈 你长大了 哥哥天天带你出去玩 以后啊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好好看见弟弟啊 哦 哥 好 每天都是在外面跑 可是 到了退休了 老了 往外面跑了 也都是待在这里的 他呀 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我知道 他在集团里 是一个好领导 他也是一个好父亲 香儿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对待你 什么东西给你的都是最好的 让你上最好的学校 精心地培养你 你跟霍编的待遇是一样的 就连一产分配 也是一分为二 没有差你一分一毫啊 妈 我知道 在您的心里 他是一个好领导 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那我的亲生父亲呢 妈 在我爸生前 您是不是已经和霍叔叔相爱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哥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是你妈 这个问题藏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 今天我必须知道 妈 我希望您告诉我 你先跟我出来 丁儿 妈 放开你哥 妈 放开他 好 今天我就当着你霍叔叔的妙 把话说清楚 好 当年我给你爸的婚姻 确实出现了问题 有了第三者 可这个第三者 不是霍华诚 是一个女人 什么 你的父亲 很痛苦 他两边都放不下 我很想带着你兄妹俩离开 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那段时间 很黑暗 很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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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好 感谢观看